這次你肚子浪費的 好,謝謝大家 我現在空會動喔 以前的空子不動 我現在給你們看我的空子動 你知道空就是不能動 動、空是相對的 但是你不要以為相對的 在清淨經裡面講 有一章,章就是一句而已 常敬、常有 映、常清淨 好,這樣我可能聽不懂 他們也聽不懂 真空是體 所以廟游是用 由體而產生的廟游 這兩個字 這樣你就會懂 所以說 我真空 我沒有真空 我就有廟游 我不可能 有廟游了 我沒有真空 我不可能 為什麼 廟游是你看不見的東西 等於是空狀的東西 不是 那個空是空狀的東西 廟游是有的端 現象出來 它有跟無的是對於物體 看的東西 展示 這是佛學上的東西 也是道德經上的東西 為什麼 所以要找啊 所以讀書要讀很多啊 所以我不是常常講 我是黑松沙士啊 很累啊 呵呵 是不是 我現在在講的 它的學識比較高 它還是很難的 它要比給你看 像你說 哎呦 為你重重吃飯 你很簡單啊 什麼簡單 不簡單 你很會問啊 對不對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 因為這種 這種東西 它的power會增加得很快 對不對 我也不要用那個 我只要把身體擺好了 就有 重點是 那你說說 這個位置有什麼了不起 這個你那個的 這個你不要看 你在洪泛九剛圖裡面 它是大宗之正之位 在佛學裡面 就叫佛之正位 我以前沒有學過打坐 我為什麼一打坐 就上升 很快就進入情況 因為我以前的 唯理中生做得好 那唯理中生做得好 人家不一定苟同啊 你們唯理中生怎麼在做 我跟你講這種現象 你應該有看過 在推手當中 他有這樣 沒有 你仔細想吧 我不要去講誰 只要形狀有這樣 一噗 通通沒有了 唯理中生就沒有了嘛 神怎麼灌頂 灌不了頂嘛 你神灌頂才會灌在上枝嘛 這個算官法 對不對